由花莲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主办的 2020高校放青春市长杯街舞大赛 这个星期假日是在文化局的演艺厅登场 一百多位的年轻舞者在舞台上展现了青春魅力 市长魏嘉贤表示 花莲适合发展各种运动体育的项目 街舞又是年轻人最喜欢的活动 施工所希望透过举办竞赛 让青年朋友有表现自我的机会 年轻舞者在舞台上尽情舞出个性 这就是街舞让青年朋友疯狂的地方 为了推广街舞运动 花莲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在施工所支持下 举办了第一届高校放青春市长杯街舞大赛 并借用专业的文化局演艺厅舞台 让年轻朋友尽情舞出自我 魏市长非常支持青年的活动 也特别在我们花莲市旧铁道商圈 举办了一个街舞的活动 当时市长也极力的推广 期盼在未来有办一个更为盛大的活动 让全国花莲市热爱街舞的青年 能共享盛举 然后有一个表演的舞台 9月12号在文化局演艺厅 办理一个市长杯高校放青春的街舞比赛 那也期盼透过我们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 打造更多青年的平台 让我们花莲市的青年 甚至是花莲县的青年 都有更多舞台可以发挥 让我们花莲市的青年能发扬广大 高校放青春街舞大赛分为个人组和团体组 还有青年组及国小组 站上舞台音乐响起 舞者们自然就舞出令人惊声尖叫的舞步 市长渭嘉贤表示 市公所鼓励各项健康的体育运动项目发展 未来会继续支持青少年喜欢的各项活动 推动我们各项运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一群很喜欢跳舞的朋友们 跟孩子们 那常常因为场地的关系 那他们要表演的一个场域 都没有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场合 所以这次我们办理第一届的市长杯街舞大赛的时候 我们特别的借了文化局的演艺中心 希望让这些孩子能够登上我们花莲县最好的一个舞台 那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孩子 有13乡镇的孩子都能够在花莲市这边来做一个舞蹈的呈现 那彼此之间的切磋 那也可以让更多的社团能够激起未来 要来参与各项舞蹈大赛的一个活动的兴趣 那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朋友们 都能够有一个正确方向的一个运动习惯 那可以保持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健康 那也可以有更正向的一个能量 街舞运动从国小到18岁都有热爱者 因为小朋友说街舞很酷 你为什么喜欢跳这个街舞吗 我觉得很好玩 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接触这个街舞呢 很帅很酷 很帅很酷哦 那你觉得它很难吗 它会很难吗 很难啊 很难哦 当然都要练习很久 要练习很久 好那上台的感觉怎么样 很紧张 然后很兴奋 他们想 他们就是想要我跳的时候 就可以跳得出东西 哦真的哦 所以很厉害一样 音乐来你就会了 嗯 哈哈哈 你为什么会想要跳街舞 因为会学到很多舞步 然后也对跳舞有兴趣 好 那街舞跟其他的一般民俗舞蹈 芭蕾啊 或者是什么舞不一样吗 不一样 好你觉得它的难度或技巧 或是你喜欢它什么 不 不喜欢它的就是 就是 不是浪漫的那种 哦动感 因为有兴趣 有兴趣 你觉得它什么地方好玩 让你喜欢 就是感觉很帅 帅 哦是哦 会很难吗 呃 会有一点点 会有一点点难哦 你都常练习吗 花莲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希望可以透过比赛 让喜爱街舞的年轻朋友有展现自舞的舞台 也让街舞运动可以成为青少年正当的休闲运动项目 介统会欢迎视频报道